大家好 我是护票胖子 我又来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经历过两道婚姻的 也曾经有过很多感情方面的一些迷茫吧 就说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人 独生子女的一代人可能从小到大呢 有很多地方呢 确实是比较自我一点 虽然我也有个妹妹 但是呢 她跟我的年龄差比较大 也差不多差了十岁 所以我基本上享受的和独生子女是非常接近的 也比较小的时候就养成的那种 相对也比较独一点的那种性格吧 那么在就是说离婚之后啊 很多时间发生问题之后也会有很多的思考 当时我在思考的时候 我肯定也会去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那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肯定是去想到第一个想到就是去买书 当时我是买了很多就是说关于性格方面的书 因为说现在离婚最大的原因就是三观不一致 也就性格不合嘛 当时我也是觉得这个地方是我所不了解的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性格方面的书 而性格方面呢前前几年大概五六年前可能比较火的呢就是乐家的那个性格色彩 所以呢我基本上他整套书我都买了 我大概没有全看完我也肯定了 我差不多是通读了三到四本 后面呢因为看了基本上他的很多东西是比较重复的 就是其实看完第一本再看第二本第三本的时候 他是比较重复的 并没有很多新的内容 但是他的书印刷呢可能有几十版 所以呢建议可以大家可以拿随便买一本看一下 也就十块钱吧五块钱吧 差不多就这样 其实呢他这个书里面讲的就是说人呢有四种性格 一种呢就是红颜色 红颜色指的是这个人比较外向一点乐情似火 他的性格有什么样的特征啊 怎么样和他相处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还有就是蓝色性格蓝色性格呢指的是这个人比较内向一点 会对细节的把控非常的就是说厉害啊 就是说你就说和他的相处要注意什么样的细节 反正他会有很多的介绍 然后呢最长最最那个的是黄色性格 就是掌控欲比较强的人 其实我的领导我的老板也是一个大黄性格的人 就是掌控欲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大黄的时候就说如果你跟他学习啊 或者在他的引导下 其实也会导致你的性格会带有一点就是伪黄 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你在你在跟因为你去跟随做谁的员工 或者跟时代的领导 你多多少少都会沾一点他身上的奇迹器 慢慢的你也会带有一点他性格里面的一些内容 这个书里面都会有一些介绍的 就是说黄颜色 就是说掌控欲特别强的人 要怎么样与他相处 怎么样与他说话会比较好一点 他也不光是讲婚姻 他讲了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说职场也好 什么也好 他这里面都有讲 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啊 后面还有一种就是绿色 就是很无所谓 就是生活很随意 就是说我也没有什么目的性 我也不会特别乐情 我也不会就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特征 唯一的特征就是类似老好人 只要你求我 我就会答应你的这种性格 就是说是大绿 大绿的人 其实我身边也有好几个 就之前我也不太理解吧 但是看了书之后 就会发现确实有这样的人的存在 当然就是说大绿 大黄大红大蓝 这种性格呢 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 会有 但相对还是比较少 大多数人呢 就是说又有红色的部分 但他会也会带有一点点 就是负的那种 就是一种性格 他就会列别成 等于是16种 或者多少种的性格的可能性的组合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会有一些收获的 这个是可以看一看的一些书吧 当时乐家还是蛮火的 就是说随着那个 我是演说家什么的 我后来他已经名声扫地了 现在后来好像出家去了 还出了一本叫 就是我的淡淡的书 就是讲他那个有就是一个搞完碎了吗 这个大驴乐界都知道了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我的淡淡 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人吧 他既然能够出书立传 想到一套自己独特的历史价值观 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一个世界 其实是可以去接触一下的 还是蛮有意思的 他的书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什么 涉野战时人 涉戒然后涉野战时人 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还有一本就是比较推荐大家买的 就是 男人来自火星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这本书是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很有意思 不过大多数人看了 也不会照里面的去做 只不过就是说 有一种解惑吧 只能说是一种解惑 但实际上真正能去做的能 很少很少 可能有人能做吧 但是好像我们看过 也就是说 你要理解一下这里面的不一样 理解一些区别 就说可能增加一点度量 别的好像我也没有学到什么 但是这本书绝对是很可以的 特别看的时候 会有一种毛色顿看的感觉 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 这本书值得看一下 其实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至少在网妹的心理把握上会大很多 这个我实话是讲不吹牛逼 好吧 我也是我也不推荐任何链接 不跟任何商业的东西挂钩 就是纯粹的一种分享 大家也能看到这些书 我都是买回来的 我这么一个小的主播 也不可能有任何人给我赞助 只是说真的 觉得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曾经看过的一些书 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 给大家推荐推荐 今天互联邦记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